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过了这么多年 我终于发现了那些 让我喜欢的人的特质 他们总是生机勃勃的 有自己喜欢的事情 不会过多干涉别人的生活 懂得人际交往的边界 不会四处炫耀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他们言辞温和 与人为善 适度的野心 容得下生命的不完美 也经得起世事的颠簸 将人生的一切都根植于生活 晚上好朋友们 我是静波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刚才这段话出自 福南 今晚和大家分享一篇 依然很接地气的文章 叫《悲魔上学》 《悲魔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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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点盐,调点母亲带的罐头瓶子里的油泼辣子, 就着咸菜,坐在自己的客桌前吃, 这样至少保证了我不至于饿肚子。 我每天给自己规划了四个膜, 中午两个,下午两个。 有的同学也带些细长的小红薯放在笼里, 造访师傅多烧一会儿火,红薯就熟了。 若是火候不够的话,膜都是半软半硬, 那红薯自然是生的了。 当然,如果网兜里放了红薯, 有可能挤到跟前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放的东西全都不翼而飞了。 冬天还好,膜不会长毛, 夏季来了,那膜第三天就发霉了。 所以,我们只背三天的膜。 每到星期三,母亲会给我和哥送膜来。 哥那时候,高我一年级。 当然,母亲还会用饭盒, 装着面条或者饺子, 给我们改善一下。 当时,老舅家就在学校两公里左右的下面村子。 老镜子非常疼爱我, 家里只要做了好吃的, 都会让文文气气, 干干净净的女儿, 我叫姑姑, 下午上学带给我吃。 老镜子包的萝卜豆腐饺子, 味道好极了, 我至今回味无穷。 大姨小姨家, 距离学校三公里左右, 总是烧花, 让我下午去吃饭背磨。 几乎每周总有一天, 我会和他们村的那个和我要好的女同学一起去宜家, 吃饱肚子后, 再带些磨菜返回学校。 周六下午, 我会背着包包, 步行回到小山村。 母亲再忙, 也要蒸上一大锅的馍, 给我们变着花样做饭, 补充营养。 后来, 父亲把自己那辆骑了好几年的自行车给了哥哥。 每周天中午吃过饭后, 哥就会用自行车 载着我和两步包的馍去上学。 周六下午, 再带着我和空别的步包回来。 哥哥那个时候年纪不大, 个子挺高, 每次骑得飞快。 遇到平坦的路面时, 哥哥会放开手把, 手臂张开, 像大鹏展翅一样飞翔。 爬坡, 也让我坐着, 满头大汗, 嘴巴里总是说, 坐好, 不要下来啊, 我是大哥, 我带你。 这句话, 大哥说了好多年, 以至于后来好多年, 我有了嫂子之后, 哥嫂无论去了哪里, 都会给我和妹妹带化妆品等礼物, 我们推辞, 而她总说, 谁让我们是大哥大嫂呢? 再后来, 学校有了女生宿舍, 我就搬到学校后面的窑洞里, 几块木板, 两落砖头, 便织成了一张窄窄的床, 刚好可以睡下一个人。 我们几个班的女生就这样, 一个挨着一个地, 靠着摇腿子织了自己的床铺, 高高低低, 长长短短的。 每当熄灯睡觉的时候, 就会看到老鼠在走道里一窜而过, 夜深人静的时候, 还会被吱吱吱的老鼠开会的声音吵醒, 不知道是营养不良还是其他的原因。 上课听一半总是打瞌睡, 脑袋里总有一种信念支撑着, 想好好地学习, 时不时地头就咣当一声, 瞌在桌子上, 引来同学的窃笑。 好在课后, 我会认真地自学一遍, 学习成绩也就名列前茅。 那些日子, 在我的记忆里, 似乎总是阳光明媚, 风和日丽。 我熟悉走过的每一个村庄, 熟悉路边的花花草草, 熟悉路途树木的东枯春蓉, 熟悉两边田野, 春天里的郁郁葱葱, 夏天里的金色麦浪, 秋天里的满地金黄和硕果累累。 我的身体也像麦苗拔结一样高高瘦瘦。 三年的时光, 说长也长, 说短也短, 在老师一天天严肃的倒计时中, 中考终于来临了, 父母满怀期望地说, 若是考得好啊, 就再也不用背磨上学了。 再一次拥抱你, 满怀着过去的气息, 曾经的风风雨雨, 又一次泛起涟漪。 我留下来寻你, 伴随着熟悉的旋律, 过去的何总会过去, 未来的依然在这里, 这里。 一时的悲喜交集, 我会在江湖等你, 一生的哑解浪漪, 今生所爱的停距, 满身的爱恨情侣, 我会在梦里等你, 安放在一座岛屿, 隔绝孤寂和欢喜。 再一次风吹起, 解开了往日的痕迹, 昨天的寻思迷迷迷, 又一次挥动手臂。 我留在这陪你, 仍有着思念的潮汐, 上一秒沉入到海底, 下一秒飞上了天气, 天气。 你时的悲喜交集, 我会在江湖等你, 一生的哑解浪漪, 今生所爱的平均, 半生的爱恨情侣, 我会在梦里等你, 安放在一座岛屿, 隔绝孤寂和欢喜。 一世的悲喜交集, 我会在江湖等你, 一生的哑解浪漪, 今生所爱的平均, 半生的爱恨情侣, 我会在梦里等你, 安放在一座岛屿, 隔绝孤寂和欢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